郭靖雄在2015年離巢TVB之後 轉去內地發展 密密拍劇、登台和直播大貨 不過早前他在順德一間酒吧登台時 就因為下車後沒笑容 也沒有揮手跟大家打招呼 被網民說他耍大牌 不過日前有網民在機場就撞到他 還在社交平台曬出合照 相片可以見到他推著行李 和粉絲合照時都有笑 態度友善 不少網民都留言 但讚他網絡十分年輕 其實郭靖雄早前出席活動時 也有為疑似黑面解話 他解釋說當時因為是夜晚 沿路的燈光昏暗 所以要專注行路 還再三強調沒灑大牌 還說看完新聞後得淡笑 會不會有疑似黑面擁 ! 我啊他的